羅馬尼亞有上千個孩童 它們被人蛇集團操控 出賣肉體 吸毒 麻痹自我 一名英國記者為了揭發黑幕 深入根堅 後來終於誘出集團首腦 但它卻對這名首腦束手無策 到底怎麼回事 火車月台熄來仗旺 羅馬尼亞孩童居無定所 全聚集在首都布加勒的地下道 我媽媽一定會 逃不到錢無法填飽肚子 向門還轉站到公車站旁邊 默默等待 讓夜深人靜 一名中年男子對他下達指令 他乖乖地上了車 一個小時後 他被放了回來 原來這些孩子全都被操控 提供性服務 他們身不由己 以各種方式自我麻痺 服用禁藥 逃避現實 這些青春正盛的少年 一步一步跌跌撞撞 失落在街頭 有時激寒交迫 無處可躲 十二歲的少年羅倫 包在紙箱裡生火取暖 身上的一件運動衫 根本抵擋不了冷冽寒風 不久 他在萬念俱灰之下 做了傻事 小小年紀以一把火 想要結束蕉蟻般的低減生活 幸好被路人發現 送醫保住一命 羅馬尼亞孩童的遭遇 宛如懸崖邊緣的羔羊 隨時會墜落深淵 這一天 一名英國記者 開始巡線追蹤 著手調查 首先他來到孩子們的藏身地 發現有個男孩 喬治年紀最大 還會講英文 更驚人的是 喬治知道這些非法性交的 重重黑幕 我覺得彈彈他們的照片 OK 這一天 你可以有這個男孩 接著這個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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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來這裡一週 每天都可以有不同的男孩 原來這些可憐的男孩 背後有個幕後主使 湯姆在操控 他把上百名男孩的照片 統統放上網 然後仲介提供信服務 為了揪出人蛇集團的首腦 記者決定寫信給湯姆 甚至要來場交易 要求見面 另一頭記者拿攝影機偷拍 深夜時分 可憐的孩子們 如何為錢賣命 就在鏡頭直擊下 他們發現有肯心的父親 竟然自己充當皮條客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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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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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番真實的對話 震撼人心 調查計畫 繼續進行 就在幾天後 終於等到 湯姆回信 願意相約碰面 這一天 記者跟肩偷拍 等待湯姆現身 你是男人嗎 對 我是安德 你想坐下 我只要喝一杯 對 沒想到 操控男孩的幕後藏鏡人 湯姆 竟然是一頭白髮 看起來敦厚老實的 英國中年男子 當他一坐下來 直接切入主題 馬上談生意 那是最貴重的 為何要求他們給錢 湯姆盜冒暗然 帶領進入一個隱秘小房間 被錄下的一字一句 再度讓人難忍心酸 在那裡 讓我展示你一些美容 有很多男孩子 我會找到一個 那樣 只要那樣 只要那樣 搜證行動 到了尾聲時 湯姆特地挑了兩名 十六歲少年 說要提供伴遊服務 這時 記者趁機詢問男孩 忠實錄下 湯姆的非法罪狀 我們四歲少年 真的嗎 所以 湯姆給你錢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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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將全程側錄的影片 交給當地警方 但令人意外的是 因為壞弱 與官商勾結猖獗 湯姆依然逍遙法外 羅馬尼亞孩童的街頭悲歌 還在悲傷的傳唱